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根廷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如果不是V2过多的介入 上半场沙特就被阿根廷打花了 就不会出现下半场逆转的情况 与此同时 更多的中立球迷也表达了自己对V2的不满 认为介入过多 让比赛观感下降 过多的中断带来了更长时间的伤停补等 使比赛节奏变差 那么什么是办自动越位技术 他是怎么工作的 他将为足球这项竞技运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本届世界杯所有的比赛中 比赛用球将包含实时收集空间定位数据的传感器 这也是世界杯比赛首次采用这种足球跟踪机制 这种技术与现有的光学跟踪工具相结合 将使VR和越位判法等程序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确和精简 长期以来 将这两种追踪方式结合起来 一直是技术界想要突破的界限 而国际足联对足球传感器的运用 将使本届世界杯成为一个完全公开的测试案例 国际足联在卡塔尔世界杯 首次使用的半自动越位技术 包含了球内传感器 特制摄像机和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部分 每个比赛用球中都包含了一个 由德国软件公司设计的设备 根据该公司的说法 这个设备重14克 实际上容纳了两个同时运作的独立传感器 其中一个是超宽带传感器 这是一种优于GPS或蓝牙的精确位置数据的技术 而且可以实时传输数据 不断跟踪球的位置 另一个是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 这是一种旨在检测物体在空间内细微运动的传感器 因此在比赛中的任何时候 只要足球被踢被顶被抛出甚至是被拍打 系统都会以每秒500帧的速度捕捉这些运动数据 数据从传感器实时发送到本地定位系统 该系统涉及安装在比赛场地周围的网络天线的位置 这些天线接受并存储数据 以便立即供人们使用 有了这项技术 每次将球传给处于越位位置的球员时 该技术都会向视频助理裁判自动发出越位警报 不需要长时间的回放来确定球员是否越位 本届世界杯中 每座球场周围都设置了12台鹰眼摄像机 在比赛中 每秒钟都将球本身和每名球员进行50次跟踪 球员身体的29个不同部位都将被追踪 包括4只 当足球和球员的追踪数据来源结合在一起时 系统对越位的判法不仅非常准确 而且也比过去更快 除了自动发出越位警报外 该技术还会生成空间数据的3D渲染图 这些数据也将通过电视转播和球场内的监视器播放 以让电视观众和现场球迷更为清晰地知道 每个判法是如何被决定的 那么 半自动越位技术会给足球竞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对此 业内人士吴雪松认为 一方面 作为半自动 主动介入的辅助技术 它提高了准确率和判法效率 但是 另一方面 该技术是对裁判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削弱 因为以前是需要裁判跑动 用个人经验去判断 他解释道 如今有一半是机器事先去帮裁判判断 那么正常情况下 一个理性的裁判就不会用自己主观的判断 去覆盖这个客观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 足球的判断就变成一个半人工的工作了 这个趋势如果发展下去 足球比赛判罚的终极目标 就是零延迟和零失误 但是 主观错误本身就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包括球员的和裁判的 如果真是机器来判罚的话 那么鹰扎节可能职业生涯一半以上的进球都没有了 总结来说 一般技术或者规则的改变 都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的博弈 是一个规则与对策 彼此增长的过程 如今机器更多取代裁判个人的判断 这样一个趋势看似减少了主观方面的错误 但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发展 是不是都是积极正面的 可能还需拭目以待 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 曾以史上最贵世界杯出圈 据小编了解 卡塔尔过去12年 为世界杯花了2290亿美元 是此前七届世界杯举办国 支出总和的5倍之多 此外 卡塔尔世界杯中 到处都充斥着中国元素 场馆建设由中国铁建国际承包 周边球衣来自义乌 场馆空调由美帝出力 Vivo成手机行业唯一赞助商 赛事期间 专门组建的888辆新能源客车 全部由河南企业制造 再度印证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出圈金句 世界杯 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 基本上其他都去了 那么 都有哪些中国制造 点亮了这场全球瞩目的足球盛宴 接下来就让小编带大家异度为快 一 建筑元宇宙上线 用BAM建模优化施工 卢塞尔体育场是全球首个 在全生命周期深入应用 BAM技术的世界杯主场馆项目 BAM技术即为建筑信息模型 也就是在电脑上先造一个世界杯主场馆的孪生兄弟 让工作人员在钢结构施工 锁网及木墙安装中 通过计算机模拟施工现场 先进行相应调试 保障超大型钢结构施工误差 控制在3毫米之内 同时 BAM技术融合GAS技术 以地理空间为基础 优化体育场馆内的地理空间旋值等 并且 本次卡塔尔世界杯中 中国铁剑项目团队采取草坪通风技术 其中 安装在草坪土壤中的检测设备 会实施调整运行不同模式 让土壤空气交换和排水 此外 该团队还采用雨水收集回收再利用 与海水淡化技术 同时结合智能节水喷灌系统 对灌溉水泵 喷头开关 喷灌区域和喷灌时间 进行自动化控制 最终实现能比传统体育场 节省约40%淡水 二 国内直播巨头 豪至10亿转播 力推VR沉浸式观赛 央视网是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 官方转播商 此外 还有中国移动子公司 中国流媒体服务商 咪姑 抖音等六家媒体 获得转播权 据小编了解 为了拿到转播权 咪姑抖音两大国内直播巨头 花费了超10亿元 此外 为了让国内球迷 在观看比赛时 获得身临其境的观感 咪姑宣传 举办全球首个 全场景数十融合 元宇宙世界杯音乐盛典 该公司将打造全球首个观看赛事的虚拟互动空间 并利用5G和VR等技术 对赛事进行直播 为中国球迷带来超现实的感受 在卡塔尔世界杯举办期间 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其中穿梭 郑州电动客车制造商 与通客车的1500辆客车 将在此次活动中服务 其中 888辆电动客车 将为各国官员 记者和球迷 提供公共交通和班车服务 这也是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 首次大批量引入中国新能源客车 此外 开幕式上亮相的长24米 宽11米 高27米 正165吨的卡塔尔世界杯 灰灰雕塑 是从东莞 飘洋过海而来 除了东道主外 世界杯期间最忙碌的 可以说是伊乌的小商品制造商了 据伊乌体育用品协会估算 伊乌制造几乎占到整个世界杯周边商品 市场份额的70% 从卡塔尔世界杯32强的旗帜 喇叭 哨子 到足球 球衣 围巾周边 以及大力神杯的摆件和抱枕 都来自伊乌 除此以外 中国知名手机厂商 Vivo 是卡塔尔世界杯 手机行业唯一官方赞助商 为官方指定用机 国内传统家电巨头美帝 在卡塔尔的经销商 也已经安装维护了7个比赛场馆 11个安检中心的2500台美帝空调 并正式交付组委会 四 八个体育场密布2.2万摄像头 人工智能技术含量高 世界杯举办前期 卡塔尔预计将有超过120万球迷 到现场观看世界杯 因此 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 卡塔尔建立了一个控制中心 这一控制中心会有超过100名技术人员 全天候工作 通过分布在八个世界杯体育场的2.2万个安全摄像头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来密切关注观众的状态 预测人群激增隐患 甚至控制体育场的温度 首先 通过面部识别技术 能够让工作人员放大卢塞尔体育场8万个座位中的每一个人 并且只需要点击一下 工作人员就可以将屏幕在各个体育馆之间转移 该技术可以在人海中找到一个迷路的孩子 也能精准识别出吸烟的人 世界杯至于足球界的全球顶尖赛事 不仅是足球迷的盛宴 对于中国品牌们来说 也是一次推动国内市场开拓 与国外出海进程的双丰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